来啊 带黄氏 把黄爱月带过来 黄爱月 黄氏 你口口声声说你丈夫是好死的 得了个疾病 你编的什么 心疼病而死 你看看 这是什么东西 你丈夫能不心疼吗 这么大一条长筒愣给钻死了 黄爱月 事到如今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这黄爱月把嘴一撇 刘罗锅 姑奶奶我不承认 你为什么不承认 刘罗锅 昨儿你验尸怎么没验出来 黄氏 昨天下市场验尸 本官我没有让人给他开堂 本官我是最讲理的 无缘无故 无凭无拘 我不能随随便便 就把死人开堂破度 我总得找出点证据 有点把握 我才能开堂破度 黄氏 事到如今 人正在这儿 物正在这儿 你的肩夫也在这儿 黄爱月 你还有什么可狡辩 我 我 我没有肩夫 你没有肩夫 黄爱月 你来看 这是什么人 把张培元 带过来 手下人 把张无曲张培元 带过来 黄爱月 你抬头看看 你们两个人 不是亲戚吗 你看看他 他是你什么亲戚 你又是他的什么亲戚 说 这黄爱月一看 哎呦 害怕了 这件事情 他心里早明白了 张承刘安在旁边一看 一瞪眼 拿手一指 黄爱月 你瞧瞧 这个 不是你外甥吗 你 不是他老爷吗 拿手一指 这张培元 姓张的 你瞧瞧 这个 不是你外甥女吗 你不是他老舅吗 你们俩这亲戚可真不错 两头大 谁也不吃亏 我说 你们两个人 不知道喊他俩字 怎么写吧 丢人现眼呢 你还有脸活在世上 大人摇摇头 张培元 你是皇家的无举 你头上有功名 怎么做出这样伤天害理 伤风败俗的事情来 跟着这样一个淫妇 勾搭成奸 谋害性命 事到如今 你把老普贤给害死了 我得让你敌偿对命 来人啊 看闸刀伺候 立刻有人 抬过狗头扎 啪往地上一撂 张培元 我来问你 你和黄爱悦 是不是 奸夫淫妇 图谋一致 谋害本夫 说 这张吴举还没说话呢 彪子刘青在旁边一咧嘴 吴举老爷 快说了吧 我可都说了 昨天 刘大人到咱们村子 捕着摊秘坊 在我们家避的雨呀 我喝多了 酒了 我可全说了 一点没剩 吴举老爷 你也别瞒着了 瞒也瞒不住了 快说了吧 这张吴举一看 瞒是瞒不住了 跪在地上磕头如同捣蒜 求大人开恩 饶恕晚生 晚生我下次再也不敢了 没错 你们跟刘大人一样 刘大人坐在公安桌后面 轻声这么一笑 张培元 我还能容你下次 谋害亲夫 杀人的命案 还能容你下次 扎刀 错 手下人 把这扎刀摆好了 张成过来 系围裙 一系这围裙 让人瞅着就害怕 他这围裙上全是血嘎巴 扎人扎得太多了 剑的全是血 这血干了 在这围裙上全都是血嘎巴 张成把这围裙系好了 过来 啪啪啪 打掉了三道金箍 刷拉撤去 大红的毡套 露出来明晃晃 亮森森 狗头砸刀 月圆形的刀床 张成拿脚一点 这闸刀瓣 啪 把这闸刀 踹起来 单手一擎 一插腰 腰里系着血嘎巴的围裙 手里擎 这明晃晃的闸刀 往这一站 旁边老百姓 别说没罪 有罪的 早就下残了 老百姓看着 发肾 张成 攥着这闸刀瓣 往这一站 旁边有差人 过来一架 这张无举 把这铁链子打掉了 往这炉席上一扔 一搓一卷 拿草绳子一系 就给抬到这闸刀里 张成一攥这闸刀瓣 就等着令下 好 炸这张无举 张无举 在这闸刀里面 一瞧 的确是活不成了 大人呐 大人呐 小人我是活不了了 虽然我在死 可是大人呐 求您明察 我可花了冤钱了 我花了不少的冤钱 求大人您明察 别让花我那些钱的人 逍遥法外 大人呐 大人呐 求您明察 刘大人一听 撤出来 把这张培元又给撤出来了 没解这草绳子 就卷在这炉席里 张培元 你说你花了冤钱了 这钱都给谁了 大人 我 我花了三十两银子 给了地方攀三了 前后两次 一共是三十两 这地方不报官呢 冲着就是我这三十两银子 大人一听 三十两银子 不多 可是 要是不处置 处置这个地方啊 嘿 这个地方 用区区三十两银子 就隐瞒一条性命了 将来 要是有人给的钱更多 不定干出什么样的恶事来 非得教训 教训 他不可 五百多户人家 这么一个大村子 有这么一个爱贪钱 爱使钱的地方 好不了 带攀三 把这攀三带过来 大人吩咐 把这个地方攀三 重责八十 流放一千里 打八十板子 立刻又拆一过来 这顿打 打着攀三 哭爹喊娘 皮开肉战 打完了不算数 往旁边一割 回头还得发配呢 一千里地 教育教育他 把这攀三处理完了 先割在这儿 炸张吴菊 还得把这张吴菊 扔在炸刀里头 把这张吴菊 往这炸刀里一放 张吴菊又喊上 大人呐 大人呐 我还花了冤钱呐 求大人您开恩呐 您得查查呀 你还花了冤钱 你就说吧 你还给谁了 大人呐 我给了五座一百两啊 啊 你给五座一百两 在哪给的 什么时候给的 我昨天啊 在诗场验诗的时候 我塞到这五座怀里 一百两银子 求大人您明查 大人一听 五座王万山 昨天头一次下诗场验诗 验完诗之后 我没让他回家 直接就给勘押起来 晚上就押到我的公馆里头 今天带出来二下诗场验诗 他还没回家呢 要是有这一百两银子 应该还在他的身上 搜 我们就诺